还有别的问题吗 就是你不相信他 就这意思吧 他秘密太多了 我觉得 但我觉得这就是你太偏激 所以才把一些没有的 就想得有了 主持人我跟你说事吧 就是有一回嘛 就是我和几个好朋友们 就有男有女的 然后我们一块 就是去KTV唱个歌什么的 就我们是说好了 就是说都不太亲属 然后我之前的话 因为就是两个人QQ互通了 然后他就能够看到 我和朋友的聊天记录啊 什么的 所以呢 我没有想到 我和朋友唱得真嗨吧 然后他就突然间就冲进来了 你跟我说 这让我多尴尬 你说你跟国民去逛街 结果你去KTV了 有KTV就算了 你还有酒啊 大晚上那种场合 还有一堆男生 我和朋友出去 你还担心这些 但是我就觉得 你很不安全啊 况且你又瞒了我呀 你又多了个秘密啊 我瞒着你的是因为 你和你前女友 不是出那事吗 我是陪你一直过来 我知道你担心的是什么 我也知道你容易多想 容易偏激 所以说我才不敢告诉你 他一定在无论那时候 当时我也一股脑啊 当时我一看见人家 你又瞒着我 我看那一堆男的 在你跟你唱得真嗨 你说我受得了吗 我肯定一下 从里面把你拉过去啊 后来这事怎么解决的呀 又分手了 这事倒没分手 然后呢 我主要是受不了 他前来有那些事 所以说他这太偏激了 除了这事吧 还有一事他每一天有个习惯啊 就是定期的翻看我的那个聊天记录 以及那个通讯录什么的啊 然后他看谁给我打个电话 什么什么的 然后他一看到有一些不明号码吧 他就得先质问我 我一说不上来吧 他就马上就给人家就打过去了 然后就质问人家是和我什么关系 什么什么之类的 不是 我想问你 你为什么还跟他在一起 那因为我爱他呀 不是 你爱他什么 因为我觉得他撇去这一边吧 还是一个很稳重 有担当的 还有就是因为我本身就很喜欢他 不太吸引 按你的说法 你喜欢的是他这一部分对吧 对 你又了解他这么多 你又知道他是个小心眼的人 那你完全可以跟朋友聚的时候 带他一起去 而不是欺骗他 这样的 我要干嘛去啊 你明明知道吗 那全是他的痛点 你就把他痛痒戳 那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当时的话 就是我和朋友们 就是都说好了 就是还有就是 不是 你明明知道 这下为什么还要跟朋友说好呢 因为一开始本来就是 然后后边的话就是 我和他 就是他的话和我的朋友 所以你给到我们一个逻辑 所以你给到我们的一个逻辑就是 因为我爱他 所以我就可以反反复复地 用我的方式对他好 这个方式叫欺骗 对吧 没有 没有 我特想问你一句 你给我们的逻辑就是 因为我的前女友骗了我 所以我就要找个 没有谈过前男友的 对不对 对 分手 别吊着人家了 但是 不是 叫什么劲呢 两个人在这儿 就绕来绕去地较劲 你信他吗 不太信 你不信任他 对不对 你接受得了他极端行为吗 不是太能接受 不是太能接受 但是我还是很爱他 听明白了 听明白你们俩了 你们俩就虐着呗 所以我就希望你们能帮开导开导 这事太难了 交给你们吧 一起进入新疆美容APP 丘比特问卷 小吴 小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